基本上就是多一个栏 然后再来就是用插入初纽分析表 其实最重要的动作就是 你这边的那个 选它 先油标放里面,你不要选 放其中一个就可以,它会自动侦测 这个范围对不对 对理论上,虚切的部分就是对的 然后你再把这一栏 这一栏是我们新增的念 拖拉到裂 黏拖拉到值 这样就统计,不要的东西就把它打勾取消 就是103 111 然后再利用这边有树纽分析图 然后绘制出折线图 然后有节点的,很有标记的 这样都OK了 理论上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再把它改个标题 然后这个的图例把它delete掉 不要显示 基本上你还可以Ctrl-C,Ctrl-V贴到PPT上面 也可以显示出来 OK,两者是可以相通的 所以以后你马上就可以有东西了 你可以要说一点东西之前 你要有图有真相 现在大家喜欢有证据 不然的话,你不能用你感觉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 我顺便讲一下 这一题如果说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如果我不要用数据分析表 那我可不可以用Ctrl-V 那Ctrl-V怎么做 Ctrl-V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有一个不重复的清单 所以不重复清单理论上就可以把这个年 Ctrl-C 然后呢,假设我要在旁边统计好了 比如说我中间空一栏好了 这边好了,你把它贴上 那如果不重复的话呢 应该是选择性贴上 不然贴上好像会 只有词好了 OK,贴过来 因为这里面是公式 贴过来 那贴完之后Ctrl-V向下 你可以怎么样 不重复的 那你可以用资料里面的什么 移除重复 有没有 然后留下那个有标题 然后你要统计的 这个假设不要 100 103不要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删除 向下方上 110这个不要 类似像刚刚树柳分析表 如果你不用树柳分析表的话 那如果你要统计它的什么 它的数量 那你其实这边可以 再增加一个栏位名称 那怎么统计呢 其实就是可以用插入 这个地方有个叫统计 可以用count if 这个蛮重要的一个函数 如果你不会用这个函数的话 说真的,很多地方 你真的做不出来 你就要用眼睛去算 或者是比较两个范围 有没有重复的地方 也可以用这个啦 所以其实 这个还是相当相当重要 就是说只要跟数量 算数量或者比对两个范围 有没有一样的资料的话 也都可以用这一个 count if 统计类里面的count if 按确定 那range的话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 当然你可以这样选啊 选点这里 control shift向下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 这么大的范围 我比较建议你干脆用名称来代替 所以理论上 一般习惯是这样 可以把这个年 Ctrl C 然后选下面 点D2 Ctrl C的向下 然后这个地方定义一个名称 叫做年 也就是 从D2到 D1的 最下面这里 3322 把它叫年 以后的话配合一个快速键 就是叫做F3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范围的取得 我蛮建议用定义名称的方法 所以这个范围 刚刚用选的 因为我刚刚一定 所以按F3 可以把这个年叫过来 这个年实际上就代表这个范围 OK 你会按一个年 相当简单 那Criteria就是这个条件 好的时候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把它向下填满 全部都算完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的结果 跟刚刚的这个结果 应该会是一模一样 687 178 687 1718 结果会不会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 这个是用Conif做的 刚刚用 比起来的话 感觉好像用枢纽分析表 好像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不过这个有时候看工作上需要 如果说 你假设要快速完成 我觉得枢纽分析表应该比较合适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要 假设 刚刚顺便补充就是用Conif 这个范围 去 条件就这个 所以他会帮你把 这个范围里面是104的 全部帮你 加1 算几个 OK 越来越少 好 所以显然 这个 到底是治安怎么会变好呢 跟手掌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可能就是 当然很客观 我们也没有任何立场 OK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那你说老师 这个可不可以做假呢 真的 真的要做假 还是有点困难 对 OK 好 反正这就是有数据 我们可以说一点话 OK 再来的话第二个问题 我想知道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哪一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其实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哪一区 哪一区现在有这个栏位 区这个栏位 好像没有 没有的好不好 很简单 其实同样的概念 如果没有那一个栏位 那你就把它变出来吧 OK 那怎么变 F栏前面再插入一个 右键插入一个 这个叫区 那区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区的位置刚好在哪里 台北市的后面 然后呢 刚好就是三个字 所以这一题应该比较简单 插入什么 插入文字里面的什么 MID 所以MID里面的话 应该是这个资料 给G2 然后呢 他应该从第几个字呢 第四个字 然后要几个字呢 三个字 基本上哦 这个就简单 向下点满 理论上应该就OK了 所以这一题算 最简单的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结果 一样嘛 插入书柳分析表 对不对 然后呢就把什么 把那个区 拖拉到区里面 不过你想说 老师区 不是有个区吗 有没有 发生地点 我刚刚不是增加一个吗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出现呢 我跟各位讲哦 如果你刚刚用过书柳分析表 那他就会把你刚刚的资料 给记录下来 除非呢 你要按个按钮 他就帮你重新整理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以后看到没有 不要紧张 在书柳分析 你看 这应该算是他的bug吗 其实也不能算 你要知道他的特性 他已经帮你暂存一些资料 所以你就重新整理 找不到吗 对对 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区就出来了 OK 所以 我可以顺便讲一下 OK 重新整理 区就出现了 所以 大概这样 然后呢 再来 把区拉到区 把区再拉到直 就出来 那如果我想要呢 再多一个功能 需求 我希望呢 这个治安比较差的 排在前面 治安比较好的 排在后面 所以我需要怎么样 排序 所以排序 根据区 所以你把游标放在 B4这个储存格 然后按一下排序 就是资料里面的什么 也应该是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应该是哪一个 力道A就好 有没有 力道A就是高的 排到低的 OK 好 那就是按力道A 这样子就OK 这马上就有答案了 所以相对的 切到按键比较少的 最少居然是在 大同区 OK 大同区自然 还是说人口比较少吗 所以当然你里面可能还是需要 再跟人口做一个统计 因为你人口少 相对切按少 是正常的 只是说如果单单我们看这个的话 大同区相对的自然比较好 为什么 反而是中山区 这个应该已经不意外了 因为中山区那边有一条街 应该好几条街 都很容易滋生一些问题 OK 那士林好像也不太意外 因为他 这个妄华也不太意外 好像大概 可是大安为什么会比较多 可能因为住宅区比较多 所以刚好又是住宅切到 也有可能 可是他排在前面 也找一次 没有办法 因为感觉大安区应该是治安非常好的 而且每次走在那里 感觉都很舒服 尤其向道里面 那人行道绿色的就是画出来 绿色人行道 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围停 因为我常去那附近 尤其台大跟师大 中间那一段 那个巷子里面 你们走走看 也真的蛮好走的 那反而是大同区 为什么会相对比较爽 不过如果你们有去逛过那边 大道城 那应该可以感觉出来 其实他们社区意识还蛮强的 所有的人好像彼此间都有 互相有紧密的联系 比如他们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 感觉好像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大家互相都会关照一下 所以小偷即便想要偷东西 马上邻居看到马上就通报了 这会不会有可能 也许 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从客观资料里面看到大概就这样子 最后如果说你想要把它那个数量表现出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可以了 再从这个地方分析一样 找到枢纽分析图 最简单的还是如果表现数量 应该还是用直条图 会是最容易浅显易懂的 就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了 我们的区的那个数量图就马上呈现出来 OK 一看一目了然 然后呢 纵轴呢 就是数量 然后高低马上就可以很清楚的表现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这个当然比较简单 区的部分 先在发生地点前面插一个区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MID 那下一道题就比较难了 下一道题是什么 哪一条街 路街道 窃案最多 那最麻烦就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 它的那个路街道 我们必须先把它取出来 但是路街道 真的是 它如果有固定的逻辑的话倒还好 但是它就是没有固定的逻辑 也就是说这个路街道前面的这个字 可能是区 也可能是零 还有可能是零 所以有几种可能性 一二三 这个区里零 有点像钱瓜葡 然后呢 后面这个字呢 也有三种可能 可能是街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道 也刚好三种可能 如果我知道前面是什么字 最后那个是什么字的话 把中间的字取出来 那不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我大概知道有一个规则了 那只是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个 应该叫什么 这个栏位名字叫什么 叫入街道 假设 要比较入街道 如果说我希望把这个栏位给创造出来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没有这个栏位 你看后面就不用讲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 我先试试看